旅秋远 搞不太清楚 因为跟一般人的印象不太一样 这个 这个新闻大概是这样 简单来说有一个 男子 有一个这个丈夫 到警察局报案 说他们家饮水机 跟茶几被偷了 那么警方就去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家没有被 入侵啊而且偷饮水机 跟茶几到底干嘛 后来呢才知道这个小偷 就是他的太太 那两个人还有婚姻关系 因为目前还在打离婚官司 所以呢这个太太就趁 他不在家的时候把东西搬走 那么 这个情况呢后来 这个 男士哦这个先生 就选择了原谅妻子 策告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是 很多人对于所谓的 呃就是 这件事情不能理解的是 窃盗罪不是不能测告吗 也就是说我们在 所谓的侵占啊 窃盗啊这种常见的 我们都说这个是所谓的 非告述乃论罪 哦它不是所谓的 告述乃论罪 那为什么可以测告 关键点就在于 他们是夫妻 哦夫妻那事实上 夫妻间哦很多事情 其实很难算啊 怎么讲很难算哦 其实认真讲起来 呃夫妻之间有很多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么两个人之间尤其是财产上面 它是最难去算得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怎么讲哦 比如说我们在 食物上常常会遇到说 太太去把先生的什么钱 什么帐转走 哦或者是先生的信用卡 太太拿去用 太太的这个存款簿 先生去领钱 那这时候呢 其实通常会延伸 延伸出一个问题 就是另一半可能就去告对方 说你把我的钱挪走 你把我的钱偷走 那我们过去曾经听过一句话叫 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句话其实某种程度上 是适用在 刑事犯罪之间的互相 这种提告 那为什么这样讲 坦白说啦 家里面的家庭生活费用 有时候这个东西太难说了 太太今天在家 当家务管理者 她没有在外面呃工作赚钱 这时候她可能 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来自先生 她今天拿了先生的提款卡有密码 去领了两万块钱 那先生去告诉她清赞 你说这行不行 也行也不行 为什么 也行的意义就是说 欸她去领这个钱 确实没有经过先生同意啊 可是也不行是说 那太太今天 她去领这个钱拿出来用 其实说句实在话 不然家里小孩要吃空气 长大吗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 就是 有的时候 夫妻之间要互相去告什么 妾道啊 侵占 这个部分在检察官的眼里 通常都会觉得 你们都是拿这个东西来当手段 当什么手段 泄愤的手段 离婚的手段 家暴的手段 如此而已 不然的话 其实夫妻之间去告这个东西怎么告 再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先生 车子登记在先生名下 太太把她开走 然后先生就去告太太 亲赞或告怯道 那事实上来说 这台车子可能 只有名字登记在先生名下 但实际上 开车的都是太太 甚至这个钱可能一个人出一半 只是刚好登记在先生名下 那夫妻两个感情好的时候 说什么都好啦 感情不好的时候 今天稍微有个人做个什么动作 就说我要告你 那这个事情到了地检署去 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所谓的犯罪 可以很清楚的去判断 谁对谁错 甚至是没有对错 在这种情况之下 简单官很容易就倾向于不起诉 除非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离谱 否则的话 一般而言都是不起诉居多 好 那回过头来 为什么要有这种所谓的 怯道 在亲属间是告诉乃论 因为 这个事情 我们其实应该回归到刑法最初的设计 我们这个刑法很奇怪 哪里奇怪 我们对于财产犯罪是很严苛的 但是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轻微的 怎么讲 比方说今天我们讲所谓的伤害罪 伤害罪呢 它一般来讲 就是说是可以撤告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告诉乃论 也就是说有人打我们 法院呢 容许我们 或法律容许我们 处分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除非是重伤罪 或已经死亡 这种情况 国家才认为应该要介入 但是我们对于财产犯罪 是一律不准 失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就常看到 大家说那个检察官法官不近人情 不是他不近人情 而是有些事情不好处理 一定要进入司法程序走一招 才能让他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 呃有一个假设 我们今天看到说 有一个人因为 家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 他失业了好几个月 所以呢 他到便利超上去偷了一块面包 这块面包呢 没多少钱25块 好 今天就算这个店长 愿意原谅他 他也要把司法程序走完 检察官才能给他职权不起诉 或是给还起诉 那什么叫职权不起诉 就那个罪实在是 太小太小太小 虽然是犯罪 但检察官有这个职权 在贞得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之下 让他不起诉 但你还是要走一招喔 不可能说今天两个还没有进入地检署的程序 两个就和解握一握手就结束了 不行 你一定要进地检署 让检察官来做判断 那 那这种职权不起诉通常是比较轻的罪 就我刚讲了齁 例如说 侵占 这个一张纸 或者是呢 今天去这个偷十块钱 这种都是很轻的罪 你要把它起诉浪费司法资源 好像不是很理想 人家要认罪 他又肯原谅 算了职权不起诉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就比如说 还起诉 那还起诉的情况 就是说 也不用记录法院 那这个也不会有前科 简单来说就是 两个人讲好了 那这个被告 他是没有不构成垒犯 那不构成垒犯的情况之下 可能也没有任何什么前科记录 那检察官看一看说 这个人其实他也认错了 那被害的金额也不大 两个人愿意来和解 那检察官可能就可以还起诉 这种情况通常是去超市偷东西啦 我们很多看到说 他去超级市场 去便利超商 偷个一个200块的东西 300块的东西 可能检察官就可以给他 所谓的还起诉这样的待遇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喔 事实上来讲 是所谓的财产犯罪 财产犯罪一定要进入喔 但是 很有趣 伤害身体啊 其实反而是比较 我们在我们看来是 不管是什么 身体法之兽之父母 不敢毁伤 或者是 所谓的其实对一个人的伤害 蛮严重的 但只要不构成重伤 我们都认为 你可以处分你的身体 没有问题 好 这个时候就变成很奇怪 你可以处分你的身体 但你却不能自由处分你的财产 一定要进入司法程序 这是刑法比较吊诡的地方啦 那 也因此喔 其实在刑法设计的时候 它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规定 就是如果偷东西的人 是亲属兼切到 比如说 爸爸偷儿子的东西 老公偷老婆的东西 是偷喔 但是基于第一 我刚讲的 有的时候偷与不偷 偷与非偷 这些事情其实太难论定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第一个 可能 呃这个 在界定上 比较难 第二个 毕竟是个家嘛 我们不要让刑法去毁掉这个家嘛 那这种情况最常见 比如说 儿子偷爸爸的东西 或儿子的这个 儿子偷妈妈的钱 喔 去买点数卡 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很生气 先去报警了 报警之后觉得说 算了算了 我给儿子一个机会 那你说今天这个事 是非告诉乃论 一定要进检察官那里 绕一圈再出来 听起来不太理想啦 喔 因为这样你 你今天这是他妈妈 要原谅他儿子 你要考虑人家亲情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列为说 你可以撤告 换句话说 所有的 这个 伤害罪 只要两个人讲好 都可以撤告 这不限于亲属间 不认识的啦 朋友的啦 这种伤害罪 都是可以撤告的 但是 财产犯罪的部分 原则上不能撤告 那不能撤告怎么办 你可以透过检察官 给予还起诉 给予职权不起诉 假设是为罪 这种情况去化解 或是说 如果今天你们是亲属间 也可以用撤告的方式去解决 否则一定要走法院走一遭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到的 其实在窃盗罪上 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特殊 那你看完这个案件之后 回过头来去想 到底什么情况下 是 告诉乃论 什么情况下是 非告诉乃论 好 那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 基本上是这样啦 告诉乃论齁 它是处于一种叫 不告不理的情况 所谓不告不理就是 你不主张 我检察官不会主动介入 那这个情况比如说啦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被人家骂三字经 那个网友如果不主动提告 检察官看了也就过了 或者是甚至我们路人甲路人椅看到 说他怎么可以骂他骂那么凶 人家就是不告啊 你也拿他没办法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是非告诉乃论 如果你是路见不平 你是可以拔刀相助的 比方说我们看到路边 可能有人拿刀子在砍对方 刀刀见骨 这时候我们看了觉得很可怕 我们立刻报警 我们就成为告发人 不是告诉人喔 告发 也就是说 我们处于一个角色说 我们看到了路上有这种凶杀案 我们看到了有所谓的窃盗案 我们是可以去做告发这样的动作 好 那当我们做告发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就 这个检察官就会进入侦办 那会调这个被害人 调被告 来地检署 那么进行讯问 那做出相关的处理 所以这是我们讲说 告诉跟非告诉的差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告诉跟非告诉的差别 在于可不可以撤告 非告诉乃论 你可以透过和解的方式 让法院给缓刑 或是让法院重新处理 或是让检察官给还起诉 或是让检察官重新处理 这是可以的 只要透过和解 但是没有办法撤告 因为 基本上这个东西在法律上来说 就是已经构成犯罪的话 检察官只能给不起诉 还起诉起诉 但撤告没有用 另外一个呢 就我们讲说 像是所谓的撤告的部分 在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哪些常见的可以撤告 这些可以撤告的部分 基本上来说 我们只要一撤告 检察官就必须做所谓的 不起诉处分 到了法院 假设两个人和解了 有一方撤告 那么法院就必须要下一个 所谓的不受理判决 这个事情我不受理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变成说 呃 告诉跟非告诉乃论 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跟好处 那第三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一般而言 告诉乃论之最 它都是在事实发生 就我们知道起六个月内要提告 那这个六个月 当然是我们讲知道起 那知道起的话 其实知道起六个月 一般而言很好判断 只是有一些比较 不是很好判断的等下来讲 像通奸罪就是 通奸罪说 我什么时候知道我先生我太太通奸 这个太难去论定 那等下再讲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 知道以主观 被害人主观知道自己受害期 六个月内要提告 这是第一种 那非告诉乃论 它就会根据每个不同的犯罪的 这个行度 去定追溯期 那这个追溯期 在民国95年左右 有加长一倍 但之前追溯期 其实比较短 那现在追溯期是比较长的 就是说 我要追溯这个人 那当然 有一些人就会认为说 这个追溯期不是很合理啦 像最近 有人就在检讨 有些重大犯罪 是不是不应该有追溯期 那这追溯期 追溯期过了 检察官或法 检察官就不得起诉 不得侦办 法院就不得审判 不得判决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讲说 追溯期是一件很重要的时间 这个所谓的追溯期啊 事实上来说 在过去刑法的制定上考量就是说 因为时间越久 那其实惩罚这个人 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第二个时间越久 你要去证明他犯罪的证据 也会不断的灭失 所以他在追溯期 上面会有一定的规定 但是像 我们过去知道 像彭婉如命案 刘邦有命案 这个在过去 其实都蛮严重 民国八几年发生的这些案件 这些案件 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还社会很多人 都还记忆犹新 也认为这个应该要严加惩办 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 这时候是不是要去 这个 把这个追溯期 把它调得更长一点 或是 可能把追溯期 这个部分做修正 立法院在审理当中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做讨论 但简单来说 非告诉乃论 告诉乃论的基本判断 就是那个六个月 那另外 如果是非告诉乃论 那就是客观的追溯期 随着不同的行度 有不同的追溯期 好 这是基本上告乃 跟非告乃的差别 那么 最后就要来谈 日常生活当中 到底有哪些罪 它是告诉乃论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 举个例子来讲 伤害罪 刚刚谈到了吗 齁 再来通奸罪 那这个通奸罪 我刚刚不是提到吗 这种齁 你很难去定义 知道起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啊 我们知道的时候 当然当下 看到 另一半跟另外一个人 进入 汽车旅馆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 一个 一个我们讲说 知道起的判断识点 就可能请真信社或自己去 然后就 当场看到两个人在干嘛 这是一种 可另外有一种 他的情况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 他自己录光碟 我曾经遇过一个 先生 他自己去 就是 会去录信爱光碟 然后录完之后把它烧成 他也不是弄光碟 他弄成随身碟 然后随身碟 就丢在 他儿子的书房里 很奇怪 不收好 然后他太太有一天 在整理那个随身碟的时候 就一个一个拿进去试 试到这个 诶 孩子怎么在看色情片啊 不好啊 就 仔细看 不对啊 色情片主角是我先生 这很尴尬嘛 他就把这一段拿去告他先生同间 可是那是三年前的 那是三年前录的 好 那他现在知道 所以是 是算三年还是算现在 现在 也就是说 他现在才看到 所以 现在看到的半年 开始去算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 知道起 那那个东西当然不好证明啊 那个以后到地检署去 两边都会吵来吵去 说你其实什么时候就知道 之类的 好 再来 比如说我们常遇到的说 妨害秘密 那这妨害秘密 基本上来说就是 我们被偷拍 那被偷拍 那 也可以撤告 这个没有问题 或是我们讲 妨害名誉 妨害名誉裡面 如果常听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知道 妨害名誉是个罪章 他里面有不同的罪名啊 呃 诽谤 加重诽谤 公然误入 诽谤死人罪 等等 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罪在里面 那这些罪呢 基本上也就是从我们知道起 算六个月 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大致上来说 这里面 高速男人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一定轻 比较轻的 好 那第二个 通常这种情况是 他认为你的名誉 你的身体 是可以处分的 好 一般来讲 都是认为是这样 或者你的心情 好 比如被偷拍的心情 你可以原谅他 这样我就让你撤告 相反的 如果对社会公安有重大影响 或者是犯罪情节重大 被伤害的情况严重 这种罪 通常他就不会是告诉乃论 因为我们 这个刑法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要 解决这个 被害人的困扰 同时呢 我们今天基本上也希望说 这样的犯刑 如果他是涉嫌的 他的涉案情节是比较严重的 危害到社会上的一些 公共利益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希望 这个部分不会是所谓的 告诉乃论 他整个设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当然回到我刚刚前面讲 你把财产拿来当做 个人的财产不能处分 其实我会觉得怪啦 但反正现在就是 我们国家就这么设计 在没有修改之前 基本上他就是非告诉乃论 所以假设今天 怯盗或者侵占等等这样的行为 不要以为跟被害人和解就没事了 很多时候还是要看法官 看检察官 甚至看自己 是不是塑形不良 而会由不同的结果来做判断 而会由不同的结果来做判断 不是跟被害人和解就好了 这听听听我们有注意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我们开放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 陈坚 陈坚你好 李医师你好 诶 请说 我是房东 那因为楼上有漏水 那现在房客写存证信案要求 就是等于要求我劝其修缮 问题是卡在楼上 你知道 然后她是说 她要求限期修缮 里面有些桥文 就是说 就是说时间到了 她会把苏金提存台北地方法院 然后修缮结果后再给付 她可能要请法院做裁决 然后她说提存说 衍生的相关费用 然后还有 她因为上法院的请假的去工作薪资 那个不行 那你赶快去修吗 不是 我现在 因为我卡到一个问题是说 我没有楼上那个屋主的个资 因为我要写存证信案给她 她管理员 你赶快修啊 不是 是楼上漏啊 我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那从楼上修啊 来来来 第一个 你先确认好说 就这个房子而言 它 它是哪边坏掉 那这个部分抓漏师傅 我会跟你讲 就像你讲的嘛 是楼上坏掉嘛 对不对 接着呢 你可能就要提告 那提告的部分 第一个楼上是谁 你知道吧 有住人吧 有住人 可是我没有他的个资 你去敲门啊 去敲门就有个资啦 对不对 问他先生 你哪位叫什么名字 我的漏水 漏水 你要不要处理一下 这样不就好了 那我请问一下 万一我真的要写存证信案 我不是跟你讲 不要写了 写什么存证信案 你就去敲门 跟他讲我要修漏水 如果他说我不要 你就说那我要告你 那这样就好了 然后就到法院去告他 那这时候就要写存证信案 也不用你就到法院去告他 你怎么那么迷信存证信案 存证信案是干嘛 你知道 存证信案的用处在催告 那基本上 你催告催到天荒地牢 他不想修 那就不会帮你修了 那我直接去法院 对 你请求損害赔偿 不需要催告啊 催告是我要解约才要催告啊 嗯 那请问那 我要请求准害赔偿的话 我也是要有他的资料吧 不然我什么 就敲门 問他先生你哪位 我是楼下的房东 我现在想要跟你拜托一下 我要修漏水 那他说我不管你 我不要 你就说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不要我们留个记录 有的人不愿意告诉你啊 啊不告诉你 你就让法院去查 而且还有问题 不是不是 你就上面可以写代查 被告代查 但是住址就写他的住址 然后法院就会说 你怎么可以代查 你给我 拿这个到护证事务所去 他会发一张公文 让你去护证事务所 他的个资 这样就好了 动作要快 好不好 欸对那我还有问题喔 他是他 他里面 因为房客跟我要求 有的人说 他请假的工作薪施 这个我会 万一真的要赔偿 这个也要纳入吗 一般是不用 但是他外面租房租 你可能要帮他付 外面如果 他如果因为这样搬家 他如果因为这样搬家 如果他因为这样去住 那我刚才就 解约比较快 也可以啊 因为人家 住漏水的房子很痛苦啊 你确实要帮他处理 以前我曾经有一次 类似这种状况 那是有蚊虫 可是他又不愿意搬 好啦 你跟他谈一谈 不然你说 好啦那我修好就好了 你先搬家 我两个月押金全部还你 我再贴你多少 房客一般会谅解 好好谈啦 好不好 这样你才会专心 我跟你讲 你这样才能专心去处理肉食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 因为我有去库政室住所 去调他 调那个屋主的资料 可是因为现在 舍到各支法 他只有给我地址 跟他的姓名而已 那就够啦 就可以 那这样我就可以去法院告 就可以啦 但是我觉得你先敲个门 问他要不要帮你维修 这比较快 不要什么事都仰赖法院 会等很久 我问你敲过了 我问你敲过了 而且楼上是房客 好啦 敲过了就告吧 重点楼上还是房客 那你就跟房客讲说 让我修嘛 房客他也要 我也要经过 所以我想说 要快一点 好啦你斟酌啦 OK好 加油 拜拜 好的 我们邀请下一位 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请说 你好 我想请问就是说 现在是广告时间吗 不是 现在是我跟你讲话的时间 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 我 我现在40岁 然后我在20年前 就是 比较不懂事的时候 有去那个 就是 那重点很瘦 然后我就去 索索做的美容 结果 他给我打 打入的可能是那种 就是俗成的小镇 那那个 那个医师他好像 就是好像 他已经 他已经去世了 那我现在 就是求藏的话 还能求藏吗 对对对对 你要求什么藏 你现在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他 他只有打的那个东西 就是俗称的细胶 所以呢 所以我就是 你20年前发生的伤害 还是这个细胶 在20年后 对你造成的伤害 对对 就现在脸上就是 变得有点硬快的感觉 无法 我告诉你 基本上侵权行为 你要告伤害罪啊 我刚刚讲过了 半年内 事实发生起半年 那重令 重令 你说我现在才发现 那也过了 刚刚讲的追溯期也过了 因为伤害罪是 三年以下有歧途期 业务伤害是五年以下有歧途期 可是一样也过了 更何况被告也过世了 好再来 那你说那我可以告他 民事赔偿好了 叫他赔钱 民事赔偿喔 侵权行为起两年 跟事实发生起十年 那你那个侵权的行为 已经是20年了 所以通通都过时效了 现在才知道的了 对啊两年啊 但是那个两年 来 知道起两年跟事实发生起十年 哪一个先到就已经过时效了 听懂吗 所以你是假设你是第十一年之道 你也过时效了 如果你是第九年之道 那知道起两年 你只剩下一年 这样听懂 那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 就是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吗 好好照顾自己 真的 现在已经人都死了 时间是二十年前 你要我怎么办呢 再厉害的律师也没办法 可是我这样子 我以后会变厄子耶 就是会被毁容 那你现在搞 所以我才说好好照顾自己啊 赶快去诊所看一看 有没有办法补救 可是医生都说 这种是没有办法补救的 那可以怎样 我不知道 你要问他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律师我不是医生 你要去问那个医生 问他说我要怎么补救 或者维持 或者可不可以拿出来 或者可不可以怎么样 你问他嘛 所以医疗伤害这些都不行 我跟你讲啦 就算赔你五十万不能补救 还不是很遗憾 对不对 我觉得先好好照顾自己 这比较重要 好不好 嗯 好 谢谢医师 好 加油 谢谢 好 拜拜 我不是医师 我是律师 你还是叫错了 好 我们邀请下一位林佳姐 林佳姐你好 呃 李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 好高兴可以跟你对话 好好好 就是说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 我先生他常常都 他就是都异想掀开 不顾限制 他就说他要辞掉 他现在一个月薪水七万多块的工作 然后他要去美国 嗯 干嘛 他去那边追求他的梦想 他要做一个针灸治疗师 很好啊 支持他 然后就说 那你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 你一个月七万多块 连现在年轻人也不见得领得到 然后你去美国去做一个针灸师 万一就是不如你想象中的美好 你回来可能就找不到工作 而且你去美国这段时间 谁来负担 你先生会听到这段广播吗 不会 不会喔 好可惜你可以讲给他听啊 可是问题不是这个 然后他就说 问题是关你什么事 等一下关你什么事 他自愿放弃他的工作 去圓他的梦 可是我教育没人负担啊 你要负担啊 孩子长大没 还没啊 我二十岁 而且是正需要用钱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我有工作 那你跟他商量你算给他听嘛 这是夫妻沟通问题啊 对不对 没有他都说他不管 他就是要去 他就是没办法付家用 好那就让他去啊 人有人身自由 对那你就是负担这个家计之后 如果你情分已决 你决定不要支持他了 那你就到时候对他提告 请求家庭生活费用 依法来讲就是这样 那可是 那你就到时候法官会不会说 那他在那边他没有工作 或者是路不付出 或者是赚的不够用 所以呢 他也不用负担你的生活费 有可能 那我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扛一个家 也没有啊 也没有这样讲啊 基本上你 孩子总是要有人养嘛 那他暂时不负责的跑掉了 去圓他的梦 那你要不就支持他 啊如果你觉得他不切实际 那你就告他 他没有钱 那就是没有钱 以后你孩子 就可以少付一点抚养费给他 如果他老了 可是我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 就是说肃请说我要离婚 离婚对你有什么 对对对 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 离婚的结果 不是跟刚刚讲的一样 他一样不付钱 一样去圆梦 一样没有钱 可是那我可不可以走法律途径说 要他一定要负担 那个一半的生活费用 这又回来刚刚讲的 如果他今天就在美国没有钱 很穷 不是一样要不到 对啊我刚刚就告诉你了 你可以到法院去请求他给付家庭生活费用 那你是不是当场就回应我说 可是那是法官 会不会因为他没有钱 然后我就说对有可能 那你是不是又回来了 没有 法律师我的问题是说 他到美国去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山 他工作收入多少 他去了说不定就失踪了 或者是久久才跟你联络一次 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掌控 人生不就这样吗 对我而言精神压力很大 我知道 但人生不就这样吗 你为什么要去掌控他呢 我不是要掌控他 我要他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那就告他 那就告他 那他不肯离婚他就要负责任 不是房贷不用付吗 好啦好啦好啦 那个不要想那么多 真的 照我说的 要不你就告他 那如果真的你要离婚 好吧那就告离婚 我只是说那个结果 差不多啦 我不反对啦 做一个了断也是好事 那我离婚的话 我要告他怎样 什么理由离婚 不顾家啊不是吗 不顾家这样的理由 啊不然怎么办 那小孩子的那个裁定生活费用 他需要付款 就让法官判 所以这样也是给技术请离婚吗 不一定会过啦 但是你就是到法院去沟通 就这样了 让法官了解看看 先这样 因为我还是觉得说 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的责任是什么 没有关系 你再想一想 我们下次再聊 因为等一下他要进路况 很多人会要听路况 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啦先这样 拜拜 我也很想讲久一点啦 这个其实可以讲30分钟 但是我觉得因为要进路况 所以我们先进一下路况 02 8369 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兄弟台 旅秋远时间节目现场 我是旅秋远 那么我们现在来继续接听听 听众朋友的空音电话 02 8369 3398 不过现在还没有进来 所以 我来针对刚刚那位听众朋友 再继续回答一下好了 虽然你应该还在线上 这个情况是这样啦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所谓的家庭生活费用是 爸爸跟妈妈 依照这个家 两个人的所得去做 平均的分摊 也就是说 假设今天一个月 家里需要10万块 那就是根据两个人的所得去计算 那看谁该付 那现在有一个不要付了 跑了 怎么办 这时候呢 法律原则上来说是 是同意我们可以去提告的 去向对方请求家庭生活费用 那如果对方提告不付 或者是呢 这个 反正就没有钱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 让判决下来之后去做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没有钱 那这时候也没办法 讲得难听一点啦 孩子是无辜的啦 就自己去借钱去扛 也要把这个事情扛下来 那之后呢 如果说那房贷怎么办 房贷真的付不起房子卖掉啊 不然怎么办 那卖掉之后就 反正把这个钱拿来养小孩 或者养活自己嘛 那如果 若干年后 这个跑掉的另一半不付钱了 老了 不行了 想要回来让小孩养 这时候我们就拒绝 小孩可以拒绝扶养 这个大概就是整个权利义无关系 所以不要想太多 有的时候 家嘛 总是会有人不负责任 这时候 我们多扛一点这个责任 但是这些东西 最后都会有 我们佛家的字眼 叫果报 都会出现的 来 我们邀请下一位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是 请说 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在去年 那因为借款 借款 然后就是对方他是跳票 后来就是把土地过户过来 但是因为他土地上面 他是有一些伪装建筑 而且他的家族的成员 住在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 跟法院请求这个强制职 你怎么过的 你怎么这个土地怎么过过来的 是透过买卖吗 透过买卖吗 透过买卖 对 因为是借款给他 他还款未果 基本上你可能不能请求财务还地 因为你在接收这块土地来抵债 你就已经知道房子在上面了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 请求他给付租金 懂我意思 可是他在借款协议上面 他是有著名 就是说他会负责 就是如果假设他这个款项没有还 他会负责就是清空上面的建筑物 如果没有会怎样 没有他只是这样的一个承诺 是啊 所以那个也没用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他就说 对啊我没做到 然后呢 你还是要回归契约嘛 那契约没有 然后呢 所以现在就变成 你可能这边 就是要针对齁 那个住在上面的人 你当然就可以主张他无权占有 请求他财务还地 可是呢一般而言 在呃如果说 你请求他财务还地的话 法院会怎么判断 这个事情不好说 那要看你们当时的原因是买卖 还是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呃我会觉得啦 你还是要先去对他们提告 那提告之后 以民法767条 主张他无权占有 那这个可能对你来讲 是比较好的保障 那不然就是跟他请求租金 租金啊 租金很少我知道了 那不然的话你就是我就说了 你去请求财务还地 但是如果我是他这边的人 我可能会主张说 你在买卖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上面有不动产了 所以你没有权利来跟我请求 可是他的不动产是 违贱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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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因为我们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借给他的钱 他并没有还 那他这个 有构成诈欺的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不是诈欺 是是是 欠钱还钱而已 好的好的 谢谢您 好加油 OK 拜拜 不会不好意思 但是有的时候 说真的 这个欠钱完蛋是个问题 不过如果考虑到 他们有一些 比较弱势的家人 还住在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也透过 一些其他方式去处理 我觉得提告是个好方式 那提告进去之后 可能我们两边可以在 调解的时候 再做进一步的协商 我不是建议这位先生放弃 林先生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一样是提告 提告之后 或许透过调解委员 跟法官的介入 他可以让整件事情 变得比较圆满的去解决 不见得一定要让人家 没有地方可以住 这两边再考虑看看 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